所以說讓大家大鳴大放 結果是引蛇出動 您覺得這可能是引蛇出動 看看誰對我馬英九不忠心嗎 當然這種可能也有 今天不是那個 柯P不是講一句話了嗎 柯P不是講一句話了嗎 柯P說 現在這個時候 恐怕國民黨裡面大人物裡面 沒有哪一個先趕出來 趕出來先講什麼話 先講人會先死 變打地鼠啦 先出頭的先死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可以看到報紙上的放話 國民黨這些要員們 都在那邊不痛不癢 好像是真的好像是假 在那邊玩文字遊戲 所以我說這個詞不詞 這件事情我們從報紙看起來 這是太詭異了你知道 因為詭異 所以我才保持合理的懷疑 到底是真詞還是假詞 不知道 對 如果明天馬英九是假詞的話 那現在這 我看今天跟包括昨天 好像各個媒體 包括也有很多人 都是藍軍的人站出來講說 要馬英九辭職甚至逼供 現在連吳志揚都出來講說 馬英九沒有領導能力 都這樣出來講 如果明天馬英九是假詞的話 您覺得 我們這整個台灣社會 包括政團上 會怎麼樣的一個變動呢 會怎麼樣的一個震動呢 對 我覺得 經過這一次辭職的風波 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大體上 都是要叫馬英九負責 可是他整個操作上 充滿詭異 所以假設最後證明是假詞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老百姓 包括國民黨內 對馬的形象信任度 會完全崩潰 所以我才說 我說馬身邊的智囊 如果說這個事情是在玩 假詞的遊戲的話 這個戲不要玩下去比較好 南方說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是 事到如今 你覺得馬英九 還有不辭的空間嗎 還能夠不辭嗎 或者是還能夠假辭嗎 這個我們就要看他這個程序 是怎麼樣了 這兩天我們看媒體上 不是都是在報 那個什麼 朱立倫已經 朱立倫的人馬已經 炮火針對武敦義 然後又說 藍色的深藍的人 對王近平是如何如何的不滿 就是國民黨內 那個相互之間的那個矛盾 越來越誇張 所以意思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國民黨沒有馬英九 來造術的話 國民黨真的是亂成一團 所以到時候 萬一明天亂成一團 然後有人說 看起來馬英九馬主席 還是留住黨主席吧 黨主席比較好 然後否則的話 我們國民黨亂成一團 萬一有人講這個話 然後最後他一復合 滿久就不必吃了 所以 原來是就是說 這個南方說老師是覺得說 會有籌安會 有可能秦王說出來 不過南方說老師 我要請教您 您今天的這一篇 真辭或假辭的文章裡面 你有提到一點 我就想到說 郝伯春講到黃明說 你在你的文章裡面有提到說 因為這些外省權貴 說國民黨現在的這些 大部分的在高位的諸侯 大部分都是外省人 這些外省人都有一些危機感 覺得他們團結才有利 這跟黃明說一連結的話 會不會是還真的最後 他真的不齒 您的利潤好像有這麼一方面的 一個看法存在 對 我的利潤裡面 由國民黨這種外省權貴 因為現在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裡面的真正的要人們 譬如說我們說吳敦毅 我們說王金平 他們都是不信的 他們真的是 他們在黨內 事實上是沒有實力的 在黨內真的有實力的 事實上都是外省權貴 然後這些外省權貴 他們現在自從這一次在學以後 他們出現一個共同的危機感 所以在共同危機感 在猝死之下 是不是他們會 反而挺住馬英九 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實質 是非常詭異 所以可是在國民黨裡面 現在本土化也已經這麼久了 國民黨裡面也有很多 都是台灣的精英在裡面 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反而明天 他如果真的是假持 而且產生這麼一個 好像比較諸侯型的 是屬於外省權貴的話 會不會反而造成另外一個內鬥 那這個內鬥 馬英九承擔得起嗎 所以會不會 還是會真遲 我的看法是 歡迎說 會不會還是真的遲 當然是遲了 遲了就是一了百了 最簡單的嘛 如果說最後 找了很多理由 大家又再複合來複合去 之後又不遲 或者又變成有條件的遲 假如變成這麼複雜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內 這個真正的不滿 草根性的不滿的聲音 一定會出來 然後國民黨內的 那個黨籍的 黨籍的代表 黨籍的實力的 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而這些人一出來 一定要讓恐怕情況 會變得更加複雜 國民黨就會變得更難看 對 是 那立法委員 你預測真的是很神準 那你剛剛所表達說 馬英九總統是不是真實或假實 我尊重你個人的判斷 那因為我是不能去立委 對於總統主席要不要辭 其實我也不方便表示意見跟看法 只是我想說如果一個黨主席要辭 那當然要發布聲明 不管是書面或口頭的一個聲明 其實還是在中常委為之比較方便 所以假設這兩天 我說假設 這兩天他真的想辭 然後他其實也找不到一個好的地方 來宣布辭職 然後把他想要辭職 或是後馬時代佈局說個清楚 所以我個人的判斷 他明天在中常委假設 他真的是有提出要辭職 這樣一個說明的話 應該不至於會演出所謂的 好像有人在那邊 我覺得不太可能演出這齣爛戲 以為萬一演出這齣爛戲的話 看破腳踏 電腦撈開 所以當然我尊重你的看法 因為你很多事情的判斷是相當精準 但是對這一點 我寧願相信 假設總統明天真的做這樣宣示 他應該是真的 而不是演出戲 我的看法 你認為如何呢 我的意思我並沒有說他會演假的 我只是說他這個辭職 那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夠分量的人 你說黨的秘書長也好 或者是副總統也好 或者他本人也好 出來稍微講一個 講一個大家都相信的話 沒有 所有的媒體都是根據不同的消息來源 然後或者是有人在放話 所以我看到一個 一個夠分量的人出來 鐵狗之斷的說才會辭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才合理的懷疑 這個辭職的風 太奇怪了 對 是 南方碩老師請問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您 根據好幾個跡象 他假設可能性是很高的 我想要聽聽您的看法 第一個 因為林火旺老師 還有陳長文先生 他們跟馬英九的關係 是非常的密切 非常的close 大家都知道 連他們包括林火旺老師 今天都出來講說 馬英九應該辭黨主席 如果跟他這麼好的人 都到今天還要出來講這個話 那表示他們的認知 是馬英九不會辭 所以從你 從這幾點來看 你認為您這個判斷 跟他們有這種契合性嗎 我希望能夠 大家的判斷都還 吻合最後的結果 希望如此 會不會有變數 不知道 對